有請阿吉塞 阿吉塞你好 美音好 感到美音好大家好 平鎮有一個彭太太 她們家帶小朋友 很喜歡吃那種韭菜盒子 韭菜盒子去那邊邊邊的 上面是說不退冰 要不退冰就煎 外面差不多時間 裡面都很頂級 要說好 我來把它退冰 退冰在煎的時候 更加四 山都走出來 外面都四四山一山 退也不是 不退也不是 應該是敬佩 勇男 請教阿吉塞 這要剛好是好呢 這其實有啦 這應該比較有配布在裡面 一般我們很多人 比較小小的官僚都覺得 夾冰的東西一定要替冰 再去加熱 其實這是不對 尤其是米粉類的合成物 是不是不對 譬如說米粉類的合成物是什麼東西 春捲 包子什麼的 水調啦 都一樣 你們一旦 它是清的條件 是 你如果它退冰的時候 水濕流出來 水濕流出來 它外皮的米粉就會乾掉 然後就會漏洩 就破皮 這樣就不好 又不好吃又不好看 對 對… 所以我們在宵佩服 頭一道 不能替冰 頭一道不能替冰 直接就煎 來 我們現在是來看看 好 現在來煎的時候 來鍋 先讓它燒一下 是 我們現在放油的時候 不要放太多 好 加淡半油 對 加淡半油 對 加淡半油 不要太多 現在稍微 來 我們用這個比較硬的 做氣量比較準 好 來 來 韭菜盒子 直接把它放下來 把它放下來就好 來 直接放下來 我們兩塊 兩塊 來 油 一點點我快來冰沒有這個 我現在先煎 焦焦 可以離鍋 再來冰冰 冰冰之後 就開始說 我們第二次的小撇步 所以等一下 韭菜盒子放下去 不可以把它燒湯嗎 暫時也沒有燒湯 你現在燒湯 它皮還沒煎屁 你冰不起來 可是它的 Т的開皮 是不是 來 輕輕輕用一 카� 來 輕輕用一 카� 來 輕輕用一 카� 這樣鋁鍋有沒有 這麼漂亮 你看 好漂亮喔 來 現在不要烈好 跟剛才的酒院一樣 來介紹 你看這樣的小撇步 我們第二rant glorious 我們用一個一 thế的分 現在用一分之一的比例 譬如說 旁邊款 幫湯屁就好了 好沒有 一半 一半就流量又好 我們就用五杯 還有十個半湯匙的水 對啦 十個半湯匙就是五湯匙 對 這樣是不是薄薄了 有沒有 這樣是要做什麼呢 這個 來 來先看一下 其實你們兩個 太北粉的水把他 拿在裡面 你其實看有沒有 水粉太乾 像這個太北粉這裡 有沒有 開始要離掉 有一個角出來 我們就是要這個角 這個角可以黏在這個 這個韭菜盒子上面 黏著吃那個角 比吃這個韭菜盒子 更爽 更爽 怎麼這麼厲害 對 那現在是韭菜盒子 是 鍋貼 水餃 水煎包 都可以 這樣喔 好 來 現在香味都照出來 香味出來了 來 現在薄薄來 薄薄 來 對 是 嗚呼 哇 很香耶 好 這樣就好了 燒焦焦 當然喔 我們剛才剛才 我們剛才剛才是兩粒 你如果這樣 整個鍋子 都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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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 兩能鍋子都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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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很喉 有時候因為觀眾朋友問題有很多 我們有時候會用信回他 都找不到人 都想去逛街 又讓人家拿回來 照著我們的困擾喔 你才會記得喔 電話柱子要留給我們 今天非常感謝你 也感謝我們的阿吉塞 阿吉塞謝謝你 謝謝 感謝 謝謝